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离一切众生向极为净土 心中就安静了 悲观的人就是心中没有明心见性的果 一个人今天悲观很难过 想不通我的孩子啊我的单位啊 我的这个事啊我的那个事啊 他想不通的话 你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果 没有果大家听得懂吗 就是啊没有想开啊 你没有真正的放下呀 你哪有果啊 有本事啊 有本事啊你放下呢 所以 我会想通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虚幻的假的空的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的 你在单位里再怎么样再怎么样 你终有一天退休的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要超越这个世界的极乐 也就是说完全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看穿 因为它会变 再不好 过几天变 长一点嘛 下个月 再长一点嘛 明年 总归会变的啊 再多一点时间嘛 三年五年 过去命运当中讲 三年五年一定是个大改变 一个云 所以 极乐国土 实际上就是需要你增加自己的信愿型 极乐国土实际上在你心中 你虽然没去 但是你可以很快乐 很多人为什么一辈子很快乐 自己调节的呀 你说人能够一辈子快乐吗 不可能的 有一辈子伤心吗 也不可能的 为什么能这样呢 因为他有信 他相信 这个事情 烦恼会过去 幸福会到来 他有愿力 我愿意改变自己 所以我一定能成功 我在末尔本法会上讲了 当你想改变自己的这一天开始 实际上你已经在改变当中了 行是什么 好好的去做 不是嘴巴讲的 很多人一辈子说 我要改 我要改 改得了 你们说改个毛病多难啊 你们告诉我 你们改个毛病多难 过去要改 随地土壇都很难改 对不对呀 撇人家眼睛难改吗 要改毛病的 从小一看到老一半 有的人 有的人 你 går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教佛法 让你们笑了 开开心心能够学得进去啊 就是让你一笑的话 开怀 开心 然后心开放 你就能接受人家的意见 你让人家痛苦的时候 这个人不会接受你意见的 你看一个人痛苦的时候 你给他任何的意见 他会接受 不可能的 他理都不理你的 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要记住了 就是死亡 除了死亡 什么都是小事情 什么都会改变 不要害怕 死了够可怕了吧 那么好 其他事情有什么可怕 你好好念经文就好了 所以修心 先要了脱生死 要伐喜 因为不会死的话 你用不着这么着急的呀 他每天都是无常的呀 信 积得度 记住这四个字 信了你就得度了 信积得度 修积解脱 就是修了 马上就能解脱 信了 马上都能得度 修积解脱 信积得度 见佛了生死 你看见菩萨了 你根本不会怕死的 因为菩萨会照顾你 会帮助你 会让你活得很好 你看见菩萨了 你又信心了 生癌症都不会死 好好忏悔了 而且你 相信了菩萨之后 你当然就了脱生死了 不怕了呀 学佛度一切 学佛的人 可以度一切众生 帮助所有的人 你们看看 你们现在学佛 可以帮助一切人 因为人生 非假 非空 非有 非无 你看看一个人 在人间 你说 这个人是假的吗 是真的 非空呢 也不是空的 你说人 看见对面的人 是真的呀 非假 非空呀 非有 非无 并不是没有 也并不是有啊 为什么呢 他灵魂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有啊 很多人 你跟他讲话 他没听见了 真的耳朵听不见了 他脑子在想 其他事情的时候 他魂魄就离开了 所以当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跟你讲一件 很痛苦的事情 突然间告诉你 一个什么事情 一下子愣住的时候 人家边上 怎么跟你讲 你听不见了 这就是人啊 是有是无呀 非有非无呀 人是不存在的存在 这个就是 跟你们讲 佛学的哲理了 你说这个人存在吗 存在了 你说这个人不存在吗 我问你们 过去你们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还存在吗 没了 那么过去存在过 是不存在的存在 那你现在 讲起你的爷爷奶奶 是不是还在啊 曾经有过呀 这就是佛法 讲的哲学 现在跟你们讲哲学了 你说这个人 有脾气 有的呀 那他好的时候 没脾气的呀 他不好的时候 怎么脾气这么大了 他到底有脾气 没脾气了 是有是无呀 现在明白了吗 好像有 好像没有呀 所以人家谈恋爱的时候 我跟人家介绍的时候 总是这么讲的呀 哎呦 这女孩子好的 从来没脾气的 你相信吗 你说人怎么可能 没有脾气呢 对不对呀 哎呦 好的 从来没脾气的 没造出来的 谁没脾气啊 你不要把人家当傻的 人家不给你发脾气的时候 说明你的气场 跟他很好 闹啊闹啊 吵啊吵啊 我的老公脾气最好了 你闹啊 闹到哪一天 他给你一翻脸就没了 对不对呀 哎呦 我这个老婆啊 从来不反抗的 哎呦 我怎么骂他打他 一发脾气没了 时候没到啊 不要去欺负人家呀 所以有智慧的人 知道这个世界是幻化变成的 是实境又是虚境 又是幻境 你说是不是虚幻的 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里读书 我们很爱我们的老师 我们很爱我们的校舍 校友会啦 我们曾经呢 在一起的同学 多可爱的同学 现在全部都是虚境啦 听得懂吗 没了 所以要知道 这个世界是根本没有生 也根本没有死 死和生 它全部都是虚幻的 生了死了死了又生了 不就两件大事吗 人生除了这两件大事 我告诉你 其他都小事情 根本不要把它太当回事 所以要懂得 学佛应该知道 我们人把这个世界 看成颠倒了 很多人以为到了人间来 就是为了赚钱 我为了要赚钱 我为了要这样 我要那样 我要需求 我要欲望 实际上全部都是在颠倒的 菩萨说 你们需要的更多的 你们就会得到更多的痛苦 你们觉得需要的是什么 如果跟你们说 你需要痛苦吗 谁都说我不要的 但是谁都需要痛苦 为什么 因为你去追求了 你有欲望了 你就在痛苦当中了 做不到的事情 很多人拼命去想 去求 有欲望 最后痛苦吧 要知道 唯佛 就是唯有佛法 能够免去你的痛苦 佛法能够免去所有人的痛苦 x2 s m & s s 谢谢观看